陈菊访问大陆 报道中也强调陈菊在民进党中的特殊地位 TPBS新闻北京综合报道 我们可以从陈菊市长今天谈话里面看出来 他也期待各界关照他这一次的非常重要的登陆之行 那不只是看待他怎么到中国大陆去 看看在过去这个绿营里面 很多首长都没有踏过的这一块土地跟这个社会 他更希望借由他让中国大陆彻底的亲身体验到 台湾是一个有多元声音多元意见的地方 接下来是庄志伟跟李王龙在观察 在今天非常重要的一次会面 就是陈菊跟北京市长的交流 也可以说是交手 当北京市长郭金龙遇到第一次来访的民进党及高雄市长 双方行李如仪 畅谈市政建设奥运经验 但陈菊话中经意说出的字眼 却几次令现场两岸媒体眼睛一亮 今年我们几乎都是在台湾不是高雄 总体来讲都是负成长 那这一点我们正在做了中央政府 我们的马英九总统 也在这个部分感受到很大的压力 他务必要去改善台湾的经济 没有回避马总统称谓 接下来在邀请郭金龙到高雄参与市运会时 两岸互动中不常出现的中国二字 也从城居口中脱口而出 他大概目前为止会有超过100个国家以上 阿华中国的代表团会有200多人 也会到我们高雄参与世界运动会 我们的这个邀请函 我们特别做这样的制造 好像这个邀请函很大 这表示我诚意也不足 送邀请函照顾大家合照 陈菊在总是很严肃的北京官场 展现港独市长亲切态度 交换礼物之后 现场记者最关切的 就是这么大的邀请函 北京市长郭金龙到底接不接受 市长会到台湾区参加试运开幕 如果有机会 我想很高兴 谢谢大家 会有机会吗 会过去吗 有没有机会 虽然说这趟在北京主要是要宣传试运会 但在外界高度关注主权尊严的情形下 陈菊在刚下飞机这场会见中 展现的应对技巧 还有整体气氛 想要更是民众关注的焦点 TV圈的李皇庄志伟 北京报道 我们北京前线的资深采访团团队 在这几天会每天带来观察入围的报道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陈菊刚刚 在北京市长面前说的 这一年台湾副城长 那么拼经济大家都很努力 我们就来看谁来拼了 到底因为遗产税的条件 回流的台资有多少 这是最近很多商业杂志的热话题 也使得今天正式推出的天价豪展 一户四亿 每一户就是均一瓶数超过200多瓶 每一瓶的评价标破了台并160 我告诉长官 我希望他们保持一致性 不要再变了 我要对陈水扁的态度 其实政治人物见红反舵 顺水推舟不是赞成 形势改变 警部部长 甚至到了军建会主委 陆委会的主委 然后变成行政院院 现在回到台湾来回来 好 谢谢李财先生 谢谢 谢谢 谢谢财主谈了 谈了很多宝贝的一些资讯 谢谢财主小姐 我马上回来再欢迎收入观众 稍后针对刚才所谈的一些 这种情谈